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芒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的中午時間 今節由我許樂山 還有紐西蘭有機小波羅 易得太陽 大家好 馬來西亞的22世紀救人網路 奇諾李偉近 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記得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言 最緊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靜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雖然我們未到農曆新年 大家都可以向今節的主腳 說一些恭喜他的說話 就是這個鍾翰林 嘩 真是笑炮掌 我們之前有一次節目都說 竟然沒有看清楚美國某國的駐港領事館幾點開門 去到摸門釘 摸門釘就去對面喝咖啡 喝了一下咖啡 你是不是鍾翰林 現在不是必要你講 你所講的就是《靜向正攻》 跟我們回到政策局 據聞就說要四個夾他走 如果對於他來說 我想 很好招呼 應該都不需要那麼多 這次警方對他 真的不需要那麼大陣仗 四個太大陣仗 他那麼瘋子 我想真BC的BB都可以應付到 可以推得到他回去 最初大家眾說紛紛 接著收到封 四個被拆了 我們怎麼辦 快點去領事館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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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他被拆了 不過那四個真是連名字都不知道 是啊 我有時想如果黃之鋒真的要去美國領事館 他會不會安排七人車 叫記者 拍著他呢 當然要和某國駐港領事館先夾好了 然後打開大閘 拍著他進去 這樣才夠駕駛的 不是隨便 我買 直播這樣才是 沒理由只乘巴士 然後去到金鐘 然後還要走上去 走上去 走到去身水身汗 然後有人還沒開 然後過對面喝咖啡 那個勢太弱了 我們初來都笑他 那個勢好像很弱 但是今早他就上庭的時候 簡直對於他們黃友這些來講 這些 異事 異事 真的相當壯烈 好像有沒有人追著籌車舉五一手勢 不是吧 好像沒有 暫時新聞圖片還沒看到 我希望不知道有沒有這些天才 追著來舉 不過舉他我覺得太肉酸了 就是看你撐著什麼粉絲 撐著什麼聲 什麼偶像 是嗎 是 大家初頭 我們剛才說到 有四件就聽到 四個被琴 所以打算某國領事館 怎知道搞不定 我們初頭都在等著 究竟他會不會出回來呢 保釋出回來呢 誰知道反高潮 警方相當有效率 將他原裝 原條 因為政壇師傑仔 原條直送上庭 哇 挺好啊 挺方便啊 今天我們看到他上庭的消息 我們覺得 咦?這麼快上庭? 因什麼事? 我們初頭都以為他 是閹完可以再閹 這段時間 又再違反了港區國安法嗎 我們初頭打算是這樣的 咦? 怎知道 多了一些新的 咦? 嘩? 嘩? 有這些在裡面 馬上 有這些東西 多了 你的DNA 你的蜥蜴DNA 多了一條 馬上多了一條 這條什麼呢? 這條罪名 嘩 多了什麼罪 多了什麼罪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次說一說去 今天上庭的時候 究竟是被控什麼 好嗎? 好 地址就是積極組織和自在分裂國家的行為 直說了 分裂國家罪 這個7月1至10月27的期間 大家都知道 即使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的時間 就說他積極組織策劃和實施或者參與 和實施指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 不論究竟是否使用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 即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或者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之前的節目都說過了 或者辦公室涉嫌 就是發佈一些會激起 會激起一些很煽動性的事情 激起這個香港的居民 咦?為什麼有些警車聲的? 是不是中華人民經過? 哈哈哈哈 那麼村謀就發佈煽動性的看物 那段時間是什麼呢? 就是2018年的11月30日 至今年的6月9日期間 在香港和其他人就村謀 發佈這些煽動性的刊物 就是說會激起香港的居民 企圖不會循著合法的途徑 促使他們改變其他或者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 另外這一宗新鮮滾熱 就是他竟然涉嫌處理超過56萬的黑錢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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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解釋到 黑色 這樣就解釋到 為什麼他拘捕的時候 有這麼多警察招呼他 原來犯了這麼嚴重的罪行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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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acific Cafe那裡 並不是坊間所說想衝進美國領事館 衝不衝進我們就暫時不知道 不過都要說清楚一件事 就算他衝進不是你說你要進來 人家就讓你進來的 是不是 不是認識你老鼠 認識你蜥蜴 搞錯 你說你就是你的 就說他那個洗黑錢那方面詳細就不說 說他PayPal就有13萬 另外HSBC的戶口就有56萬 這兩筆款行都是涉嫌是洗黑錢的金額 那些是洗黑錢來的 嘩!有了這些罪行之後 或者這些罪名之後 所謂的同路人、兄弟那些 嘩!全部都啞了 為什麽我們沒有? 為什麽我們沒有50萬? 為什麽蜥蜴子有? 這就兩體了 你敢不敢收呢? 還有洗黑錢而已 不是全部都是他的 管有那個戶口嗎? 管有或者令點把這些錢去漂白 這個大家要記住 其實那個洗黑錢那方面 大家知不知道 陳童陸街其實之前都是涉嫌洗黑錢的罪名 都坐了 只是這件事 那時候都坐了29個月 29幾個月 嘩! 中漢林洗滅電器 兩筆的那些 幾萬兩年 是啊 因為那個叫做洗黑錢 那個刑期 其實可以很高的 最高呢 當然他的額也不算很厲害 五十多萬 五十多七十萬左右 加一加一加 就不到七十萬 最高可以籌到 可以判籌是去到十四年的 大家還有印象 楊嘉誠還記得哪一個? 香港之前的一個富商 那時候我看到 嘩!很厲害 他竟然買到八明漢那個英超 然後不知道 英超那個球隊 還過去跟他們一起踢球 那時候我覺得挺開心的 可以這樣 他後來都是因為洗黑錢案 但是那個金額當然厲害很多 億億 所以他跟著都判籌了六年的 因為洗黑錢來說 有些情況下 會不會涉嫌 好像那個金額不是很大 但又好像很重 我們不可以純粹只看那個金額 要看當中那個理由 那個原因 還是怎樣 都要看回之前的案例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只是這個洗黑錢如果真的判得成的話 哇! 鍾漢林都應該半隻腳了 已經進了監房了 是不是? 都是呀 這個洗黑錢其實可大可小的了 主要原因都是他要查出 究竟他的錢是哪裏得來的 如果是他自己存回來 或者自己投資賺回來的 當然沒有理由拘捕他的 相信警方已經掌握了一定的證據 他的錢的來路 希望他能夠解釋 如果能解釋到 當然沒事了 解釋不了了 太輕 那就準備了 現在你看看會不會刺灰 還是怎樣 一中漢林 因為呢 你說多些少 那個庭上那方面的事先 好嗎? 好啊 現在暫時宣告他不用答辯了 不用說那麼多 現在就是第一課過課 就講一下你現在的罪名究竟是什麼 要起訴你哪方面的事 例如那些刑事罪行條例 或者另外怎樣怎樣都好 為什麼會有沒有得刺灰 還是怎樣呢? 控方都透露 其實另外還有三至四名疑犯的 跟著裁判官 總裁判官他就 嘩 嘩 都挺複雜的 警方 還有些什麼的檢驗報告等等 跟著警方就說 我們其實還要檢驗一下被告的手機 還有月結單等等 所以要看的東西都相當多 還有其實電腦已經是帶走了 手提電腦 手機 手機 很多 也要看他在網上發佈的訊息 剛才我都說了 有三四名疑犯 再加上三四名疑犯 但他們本身也要看他們 和案件有關的資料 看一看一看 然後警方說 我都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調查 不過我們都要盡快 但是裁判官總裁判官就想一想 咦 咦 好了 這位鍾漢林 不如這樣 你進去荔枝閣先坐一坐 坐著等 OK 當然他都不能說 OK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十月二十九號 鍾漢林原來要押後到明年一月七號才可以再審 噢 噢 今天是十月二十九號 那就要坐兩個多月了 嘩 真厲害 咦 他們在荔枝閣的生日所會不會有Halloween 搞不搞他字 是吧 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對呀 在那邊過聖誕 是吧 過了新年 因為我們 倒數了 可以在荔枝閣 倒數 五一 五大訴求的手指 舉了那些手指出去 五六五四三二一 然後舉了那些手指出去 然後耶 這樣 因為我們 哇 現在荔枝閣都很熱鬧 又有譚德智 是吧 譚德智 過更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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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啊 因為總裁判官都說 喂他有 為什麼會保釋給他呢 喂 你這位仁兄 這麼厲害 白了那麼多 又有保護式 又說美領事館 不過某國 駐港領事館 又怕你爬來爬去 不知道爬去什麼領事館 哎 不要搞那麼多了 太麻煩了 你 所以就避拒 有潛逃的風險 所以就不讓他保釋 最近呢 牽涉到類似的案 的人 原來保釋出去 會潛逃的 是啊 那好吧 因為之前有一群人 潛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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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這麼誇張 因為呢 中安說他只有軍 要見軍 怕他不知道會有秘密軍隊 將他搶回來 比如說他這次進去荔枝國招兵賣 是啊 哈哈哈哈 其實不用怕 不過呢 警方方面可能都收到封還是怎樣 對於那個記者都不用越穿鼻彈衣 還有保安也沒有明顯的加強 不用怕 他們最多就是BB彈 劉康有幾支BB彈槍 不用怕 還要射一顆BB彈 慢慢雞 那種可能是 那些弱雞的BB彈槍 很厲害 射完一顆還要等他慢慢拔 浪費了 因為他不用用Gas 他接下來 洗黑錢就一樣 港區國安法那裡 如果他是首要份子 或者 他那時候說自己是大佬 很多主張 首要份子或者罪行更大 最厲害的話 是可以無期徒刑的 嘩 不太厲害了 可能真的要 是吧 無期徒刑 笑爆嘴 可能是 我說而已 是吧 BB彈槍我也不知道 只有劉康有 雖然說是建軍 也沒有 或者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就是無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還有 對於這個積極參與者 就可以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笑爆嘴 好玩 好玩 不玩 玩到這樣 恭喜你 說一下 一碰到這些 黑錢 各方面的事情 他們整班 立刻就當 吹了口罩 看不到 繼續過自己的生活 劉康說 哦 你有沒有 劉康 劉康 你有沒有聽到 你以前的老友 那個 鍾翰林這件事 太陽照樣 由東邊升起 完 那就沒話說了 立刻裝不懂 因為這些 你走不掉 證據確鑿 是的 證據確鑿 很難打 如果你調查到 他洗黑錢的話 都很麻煩 十個星期 慢慢審 都挺好笑 不不不不 慢慢審 就是慢慢調查 他的資料 還有 我們說 譚德智 他接下來 就會回來 回來 不是自由身 那就上庭 再次去審 如果 萬一譚德智 他審完之後 又要繼續回去荔枝閣 有機會 可以和 鍾翰林 一起過聖誕 哦 那就恭喜他 因為 快必 譚德智 是一個教徒 是的 他會不會在荔枝閣 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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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路小教會 上次他有一個 很多 什麼路小 路邊的路 大小的小 這樣 挺過癮的 鍾翰林 這件事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接下來 會有多些資料 出來 他算不算 他們 鍾翰林 算不算是人生的高峰 是嗎 都算的 他們來看 當然 這些就是 上了全港報紙 頭盤 這些案件 多謝你了 陳家居又跳出來 舔 跟這位戰友 怎樣怎樣 一直沒有放棄過他 但是自己走了 陳家居 我們另外可以招呼他 我們看看 從心理的角度分析 為什麽呢 陳家居好像是否之前 剛剛台北的轉出來 在那裡呱呱吵 台北那個鹽田十二 那些 我們在這裏了解一下 我們組織一下資料 再為陳家居開一節 這些風涼話的 究竟說些什麽呢 那麽賤格 那麽人渣 這班人已經是人渣 人渣裏面還有人渣 那這裏究竟是什麽呢 炸總之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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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粉末來的 這些簡直是 好了 我們這次 鍾翰林這裏 就暫時來這裡先 恭喜他 終於可以進去一上 這個鐵槍的前哨 訓練班 嗯 沒錯 那麽就好了 最後那裏面 剛才大馬Sir說的 會不會在裏面 招兵敗馬 或者 那些 我想到了 臨時的軍機柱 那些叫做 臨時的軍機柱 臨時的軍機柱 之前你當是貴妃國 現在變成軍機柱 即太必那個格 就叫軍機柱 對不起 那個荔枝國 那個叫貴妃荔枝國 哈哈哈 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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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就到中漢臨國的格倉 就是叫做軍機柱 好像自己在那個牆壁那裏 咬手指 咬手指 咬血出來 然後寫著 軍機柱 學生動員 不行 還可以給那些 封號那些人 嘩 那麽厲害 是呀 即是什麽將軍 你是什麽 司令 司令 什麽步兵 連長 旅長那些 就是可以分定在裏面 工兵 步兵 那些全部都可以分 再說給他聽 劉康的時候 那些BB彈槍 都藏在那裏 到時就說 原來我們這批 火力強大的 那些 就在那裏 那就行了 是吧 嘩厲害 希望呢 勵枝國那方面的 程教署的sir 就要盯緊他了 就是看他的樣子 就 就是殺人仔 但是可能 背後很猛料 我們都猜不到 是吧 原來是厲害的 整單洗黑錢出來 我們都走漏眼門 只是笑他 大馬上說他穿起龍袍 都不像太子 他一次上庭的時候 真的穿了西裝 骨骨的 但是都是 整個格好不像 不搭他 那套西裝不行 那些是荷里活商場買的 那些來的 就是西洋菜街的 荷里活商場買回來的 那些太過肉酸了 要學林作那樣的 四萬元套西裝才回來的 你要洗一下這些錢 才是 下來會不會進進去才是 好 今集就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